大家下午好 借着我们体重管理全新升级 来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体重管理当中 大家对营养的理解 对营养的定位 以及我们这一次 还有即将有一个重磅新品 就是直萃的先营益生菌的 全新升级的上市 我也要把它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大家也知道 今天中国的肥胖率是非常之高 而且就算是整体感觉 没有太超重太肥胖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中国人的体型 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腰容易大 就算整体看着还挺瘦 可是就这个腰不好剪 就算是他刻意的去剪 按道理说腰应该是一个X型 但今天我们就是怎么剪 他都还是淡淡的往外 往外鼓的这么个形状 为什么 这里有原因 跟我们的生活方式 营养模式密切相关 但是不管怎么样 面对体重的增加 我为什么要倡导说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值得 都应该掌握一个 轻松的快速的健康的 瘦时筋的方法 就是大家你发现 今天生活节奏快 然后你比如包括过年过节 包括什么结婚 怀孕生子等等这些 胖时筋很容易 每逢佳节胖个三斤 或者说再胖三斤很容易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你如果自己心里掌握了一个 轻松的快速减食筋的方法 你心里很踏实 就像我 我这个春节 我要回到老家 每个春节都要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 你敢不吃饭吗 你敢在春节的时候 在全家老少都寄渠的时候 你说我不吃肉了 我不吃这些 这个我不吃了 你在那个场面上去 节食减肥吗 你不会的 你家里人会担心的 所以在那个场景下 你一定要玩命的吃 一定要大大方方的吃 让他们知道 你的胃口很好 他们就心里能够踏实 对你的身体不担心 但是能不长肉吗 不能 我告诉大家 我是用我们的营养早餐 和体重管理方案 18天的时间 我减了7到8斤 你就瘦下来了 所以你就有了这套方法 你自己掌握了 你自己验证了行之有效 快速且健康 所以你任何时候 人生里面你胖起来 你都不会焦虑 都不会担心 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 抖进体重管理的解决方案 就不愿意一听体重管理 就觉得触头 心里难受 为什么 因为他的理解是 只要体重管理 一定要爱饿 就那个饿 他坚持不了 他就因为不喜欢饿 所以他今天才胖的 对不对 所以那么在这里面 就要跟大家 必须关于 这个体重管理里的 饱与饿 要跟大家达成一个共识 大家日常 很多那个胖的人吃饭 他们所谓这个顿顿要吃饱 这个饱是饱到什么程度 我跟你讲 是饱到 你再让我吃一口 我都不想吃了 你给他分配任务 说说你把桌上剩的这批 剩的就剩了俩饺子 你把这饺子吃掉吧 他说不行了 吃不下了 他认为这种状态叫饱 对不对 那么我想问大家 这叫饱吗 这叫什么 对 这叫撑 所以他不是每顿吃饱 注意 他是每顿顿吃撑 我教给大家一个 检验自己 饱与撑的方法 鉴别你日常能量 到底摄入超标不超标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吃饺子 咱们都吃饺子 对吧 大家 你会发现 如果你不加节制 你有可能一顿 能吃二三十个饺子 是不是 那么大家回去 你如果再包饺子 你练一练 你先拿出一个来 你先吃了 如果你吃完了 你觉得还想吃 还没饱 你再吃一个 但总之就是 你别坐在那个桌那吃饺子 你站着 你离开这个餐桌 饿了 你就加一个 放嘴里 你再饿 你就再加一个 大家注意 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检测出来说 你到底吃了几个饺子 就能不饿 我告诉大家 基本上三到五个 已经不饿了 你们回去 回去一定要试验一下 一定要试验 基本三到五个 女性可能三个 男性可能有的饭量到五个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饿了 但是 大家现在 切切私语 声音有点波动 为什么 因为你担心 一会就饿 对不对 对 但是我告诉你 没关系 你一会什么时候饿了 你再拿一个饺子 再拿两个饺子 可以 没有问题 因为今天我们的生活水平 大部分的时间段 你都可以轻松得到食物 能理解吗 你就算是担心 一会开会 不能吃饭 你就拿着一个小盒 装上几个饺子 打包 带在你身边 都可以 但是 一定不要一次性的支撑 这是一个重要的要求 所以大家 你会发现 三五个饺子 你就可以吃饱 你非得要吃到 二三十个饺子 吃撑 多出来的那个是什么 多出来的就是肥肉 能理解吗 就这么简单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今天很多人都会关心 你这个减重的方法 是不是长期的稳定的不反弹的 关于反弹 我到最后我还会说 那么在这里 大家你只要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 可以帮你管理体重的方法 你就记住 靠饿是绝对不行的 大家你们去想想 如果单纯靠饿 没有食物 你就相信我 饿绝对能够使人犯罪 饿甚至可以让人冲破道德的底线 饿可以挑起战争 同意吗 所以绝对不能靠饿去减肥 一定要找到一个健康且快乐的方法 那么就是说 我第一不能靠饿 我得要吃什么 吃到我不饿 这是第一药物 第二一个 绝不能因为减重 盲目结食 导致自己全面营养素都缺乏 你就算是餐餐吃饱 中国人今天还得额外补钙 知道吗 咱们就算是你今天天天吃饱 大家知不知道 今天中国人的日常保食状态下摄入的钙的水平 也仅仅是推荐摄入量的一半多一点点 知道吗 你如果想把钙补足 你每天还要每日足量的去额外补钙的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再结食 这个也不吃 那个也不吃 奶也不喝了 豆腐也不吃了 什么一切都没有 你想想你的钙一定会缺乏 你可能体重还没下来了 先骨质疏松了 然后包括B足维生素 应该每天足量补充的东西 结果因为你把主食全都给剪掉了 什么其他的食物也不吃了 你这很快 可能明天你就会有B足维生素缺乏的周围神经炎的表现 就是我们说的 你反而会感觉上火了 那是什么 缺B缺C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必须选择能够让你不挨饿的 并且能够全面帮你补充营养素的一个方案 他才能够长期快乐的坚持这个体重管理 那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体重 很多人都是不正常的 是超标的 什么原因 第一 没有按照膳食宝塔去吃 膳食宝塔这里面 第一 从下面这五层 每层都给你规定了是哪个种类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人家中国营养学会 要把它排成一个宝塔的形状 为什么不排成一个房子的形状 为什么不排成一个大礼堂的形状 而是个宝塔的形状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量的变化 塔尖上就是油和盐 所以你那个油和盐就得吃的少 如果你是油和盐吃的多 它都不到塔底 那就一定不对 而我们今天大家看 最下面一层是主食 今天主食都吃的多 当然远远大于最下面这一层了 倒数第二层是什么 绿色的蔬菜和水果 它应该是次于主食 但是要比鱼和肉多的 如果一个人是低压鱼肉吃的 比蔬菜还多 这就一定不是按照膳食宝塔吃的 营养早餐的全新升级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的营养 应该是按照中国膳食宝塔的 营养6加1的这个方案来去吃的 而大家要知道 营养早餐里的营养6加1的方案 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按照 营养早餐的6加1去吃 它本身就可以人瘦 本身就可以帮你减脂 紧接着就在全国要推出 把营养早餐跟体重管理 结合起来的一个更简便 更简单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方案 就是营养三餐两个平衡 我后面会细讲 然后除了你的饮食结构不合理 那么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三餐分布的不合理 那么这里面一项强调 大家你们拍下来 以后谁说这个减肥不好减 你就把这张图片给他看 你就要让他看 你到底是一个早餐吃的简单 晚餐吃的丰盛的人 还是你是一个早餐吃的丰盛 晚餐吃的简单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早餐丰盛 晚餐简单的 你的体型它自然就会有药 而今天因为我们的生活 作息这种习惯 导致大家晚餐是最丰富的一餐 最丰盛的一餐 然后可能还要饮酒 还要宴情是吧 然后因为你晚上吃的多 因为你晚上睡的还晚 吃完晚饭以后 可能到了十点左右 九十点钟 是不是有的人还要再垫点东西 有没有 有 然后如果你的晚餐丰盛 你又加了一点宵夜 我告诉大家 这种人 他是没有胃口吃早餐的 所以他早晨起来 你问他没有胃口 不想吃 或者你随便给我一点点 我就饱了 为什么 因为头天晚上的晚餐 吃的太丰盛 大家你们以后可以练习一下 你如果把那些个什么 粥啊汤啊 就那些看似简单的食物 放到晚餐 你转天起来 你再看 你行 可能都是因为你对食物的唤醒 幻想而行的 我这一说 我感觉大家都很陌生啊 没这种感觉是吗 是不是 没有这种感觉 没体会过早餐起来 幻想一顿丰盛早餐的那种美妙吗 有啊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菌群 我在这里关于这个脑肠轴 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对于肠道 益生菌的研究 是什么 是人的很多精神性的 行为性的表现 都是跟你体内的益生菌的水平 密切相关的 现在对于儿童的 比如什么 儿童抑郁症 儿童自闭症 儿童孤独症 他们的研究都从分析 儿童肠道的菌群 去进行入手 这就是对脑肠轴的一个 直接生活当中的一种体现 而今天认为说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爱吃肉 无肉不欢 为什么有的人那么爱吃辣 不是微辣 微微辣 不是中辣 特辣 要变态辣 为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跟他肠道的菌群 密切相关 原理就是说 你这个人想吃什么食物 不是你想吃 是谁 是你的肠道的菌群想吃 他只不过是借着你这个人的嘴 去帮他吃到这些食物 就像大家听我的基础班 我里面讲过一个 缺铁有个一石屁 听过吗 缺铁的人 有的爱啃墙皮 有的爱吃纸 有的爱啃指甲 有的爱刻橡皮 铅笔的头 就是有这种一石屁 是这个人想吃墙皮吗 是吗 不是 是他肚子里的虫子 想吃墙皮 借这个人的嘴 去啃到那个墙皮 说上去 大家听着 知道是这个 实际上 这就是今天研究的脑肠轴的关系 而肠道的益生菌 不仅有我们后面要讲的 那个新的 那个瘦子菌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今天肠道很多的益生菌 直接影响我们肠道营养的吸收 包括对脂肪的分解问题 包括对蛋白的分解问题 包括对一些个微量元素 B族微生素的 微生素K的 这些分解问题 所以今天大家一定要重视 益生菌的补充 它除了影响你的摄食的行为 它还会影响你肠道营养的吸收 我在这儿呢 提到这儿 我就稍微啰嗦一句 有很多人对 益生菌是把它当成药粉一样的 就好像我吃了 冲了一点药粉以后 它就能够帮我解决一些问题 解决完了 我就不吃了 注意益生菌不是 益生菌是你要一个 长期稳定补充的东西 你要天天用这个益生菌 来在你的肠道里 培养益益生菌的这个阵地 所以你必须要长期坚持 每天均衡的补充 它才能够在你的肠道里 建立起一个益生菌的 这样的一个兵团 否则的话 大家你就会发现 如果人体内益生菌减少 有害菌增多 大家有没有发现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了以后 他的排便习惯 排气习惯 跟年轻的时候肯定有不同 发现没有 没有发现 你就回去采访采访 你周围身边的老年人 你会发现 他的排气味道跟年轻人不一样 他的排便习惯跟年轻也不一样 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 吃的又多 吃的又不均衡 三餐的排布的比例又不合理 然后再加上我又不爱动 再加上我也不关注菌群的平衡 我也不关注吃动的平衡 所以你在各个方面都是失衡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胖循环 也就是说这个胖是你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个人选自己选择了一个胖的生活方式 胖的营养方式 所以他成为了一个胖的人 那咱们不想胖 咱们想保持良好的这种体重 良好的这种呈现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告诉大家 就应该把这个循环建立成为正向的 这个循环就叫做吃动平衡 菌群平衡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两点 一是吃动要平衡 再有一个是菌群要平衡 我今天重点讲的其实还是吃 我在这儿 我觉得也应该向大家说一下 因为如果我特别不强调动的问题 实际上在原理上 他就是要缺一块 因为大家都知道 管住嘴迈开腿 但是尤其对于有体重问题的人来说 你让他迈开腿 其实他心里不愿意接受 是不是 为什么 他之所以胖 他就是不想迈开腿 所以他才胖 那我在这里 要重点告诉大家 对于减脂来说 确实营养要远远重于运动 要远远重于运动 如果说你是一个真正能够注重营养的人 能够按照我们这个膳食宝塔的这个营养6加1 去吃好每天的营养这个第一餐 同时你也能够控制你这个晚餐的这个比例 你如果真能做到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 你不动他也能瘦 听明白了吧 所以你对这个营养解决方案 一定要有信心 那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要建立吃动的平衡和菌群的平衡 那怎么去建立 那我们就是推出了营养三餐微微移动 这里面重点讲营养三餐 第一餐是什么 营养第一餐 就是早餐 然后中午怎么样 燃一餐 中午你可以正常的饮食 正常的社交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 你得把这一餐尽量燃掉 尽量挡掉 那晚餐怎么样 带一餐 晚餐的带一餐就是告诉大家 你要减少晚餐的能量占比 那这个营养三餐 跟大家以前我们那么几年讲的 四个少八杯水半小时是什么关系 以前讲四个少八杯水半小时 是因为在没有讲四个少的时候 你发现我们很多的营销伙伴 对我们的减重的产品解决方案根本不了解 不熟悉 你这些个 我们有那么丰富的体重管理的产品线 而且每个产品的这个产品线都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大家不清楚 不知道它的作用点到底是在哪里 所以为了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营销伙伴尽快的掌握清楚 我们体重管理的产品到底都作用在哪些环节 所以我们重点就是用这四个勺来去给大家做培训 目的是让大家对我们的产品便利足够的信心 能够记清楚我这些产品哪些是这个让你少吃的 哪些是让你肠道少吸收的 但是经过这些年的变化 大家你发现我们今天伙伴们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体重管理的这个产品线非常强 大家也都已经用过了 对一些产品 很多里面的产品都有了一些自己直观的感受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推出来更加满足消费者需求 更能够指导消费者怎么用我们产品的 这样的一种方案 所以消费者关注什么 消费者就关注怎么吃 我到底应该拿你的产品怎么吃 那这里面怎么吃 记住就这三句话 营养第一餐 然后中间中午燃一餐 晚上怎么样 用带餐带一餐 你只要用了记住了这个方法 那你就可以按照你的理想这种进度来去减低你的体重 如果你能够增加上微微移动 效果一定会更好 如果你不增加微微移动 能不能减 能不能 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一定能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营养第一餐 吃好这个第一餐 再就是用营养早餐 我们营养早餐里面有一个营养6加1 这6加1上面六个绿色的花瓣 底下一个益生菌 这个花的这个杆 那么这里面 这营养6加1不仅吻合了中国居民的膳食包塔 而且他们里面 每个营养素都有帮助我们更好的减脂塑型的作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 先说蛋白质 蛋白质除了可以帮我们减少碳水化和物和脂肪的摄入以外 它还可以帮我们增加饱腹感 我以前啊 就是在这里面多说一句啊 我喝乐鲜的时候 我是都基本上每一袋乐鲜 我都要加一到两勺蛋白质 因为大家你们回去尝试乐鲜以后就有感觉 单纯用170毫升的水 或者150到200吧 冲着一袋乐鲜 你会发现它有点稀 对不对 那么如果它稀你就觉得饱腹感不强 怎么增加这个带餐的饱腹感 我告诉你就是加蛋白质 你加一袋或者加两袋 饱腹感提升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只要蛋白质进了肚子 蛋白质的排空时间长 它可以帮你所谓老百姓讲话更扛饿 听明白吗 那大家你们自己也可以练一下 回去检测一下 单独用一袋带餐 和用了一个一袋加一勺蛋白质的带餐 和一袋加两勺蛋白质的带餐 这三种不同的情况 你们自己回去感受一下 你看看它对饥饿感的抑制 哪个效果更好 两条那个确实是 第三一点 蛋白质还是促进肌肉 保持肌肉含量 促进肌肉合成的一个重要的原料 那在这里面 我把我们的几种蛋白质 我们都把它列在这 多种植物蛋白质是一个打底的产品 它不仅可以很好的增强保护感 可以很好的帮你提升饮食里面 蛋白质的占比 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脂肪的摄入 同时 多种植物蛋白粉 其实也可以促进肌肉的合成 那么它跟最后一条乳清蛋白 到底有什么区别 我告诉大家 它的区别其实就是一个快和慢的问题 乳清蛋白 你如果要是用 对于那些个参加健身训练的人 也就是说 你只要提前半个小时喝乳清蛋白 我就能保证你到健身房 这个蛋白就可以促进你肌肉的合成 能听明白吗 因为肌肉的生长 它非常重要的有个时效性 也就是说 你在举杠铃 拉哑铃的这个过程当中 肌肉刚刚断裂的时候 你把蛋白质送到肌肉的断口那 它最促进肌肉的生长 而我们的前三种蛋白质 因为它有一个胃的排空时间长的问题 所以它就比较慢 而乳清蛋白不是 乳清蛋白很快 它就可以迅速的进入人体 达到这个肌肉修复的地方 所以对于特别想增肌的运动人群来说 乳清蛋白很重要 而我们普通的人 我没有增肌的需求 我就想吃点蛋白质 能够帮我维持肌肉的量 那我用什么 我告诉大家 你用多种植物蛋白粉也可以 用我们的这个一元蛋白质也可以 如果你要是选用我们的双钛蛋白质 它里面的这个大豆钛 还可以帮你进一步的保留体内的肌肉 减少你肌肉的流失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点我说清楚没有 清楚了啊 OK 再有就是关于各种微生素 矿物质的这种补充 那一个它是可以帮我们避免发生缺乏微量营养素 另外还有一个 它可以帮我们参与体内的这种代谢 所有的B足微生素都是能量代谢的负酶 那你为什么每天要补充B足微生素 不吃那么多的B足微生素 就是为了要让你体内的能量代谢里面不缺原料 另外还有一个 如果你运动 那你一定水溶性的营养素流失就多 所以你必须还要额外的进行补充 不能让肌体出现缺乏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强调大家 一定不要盲目的挨饿减肥 挨饿减肥第一痛苦 第二伤身体 这个伤身体伤在哪 主要就伤在各种营养素的缺乏上 所以大家不能盲目的减肥 大家你们知道说成年人有的时候 靠饿减减肥还可以 儿童从来不允许靠饥饿减肥 知道吗 知道不知道 你看还不知道 儿童不能靠饥饿减肥 很多成年人的减肥的方法 不能直接拿过来用在儿童身上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容易造成营养素的缺乏 第三一个就是优质的脂类 脂肪如果吃得对 不仅不会让你胖 同时还可以帮你能够代谢肌体的脂肪 我们举一个例子 说今天世界公认的健康的营养模式 大家都知道有个词叫地中海膳食 地中海那个地方的人是吃的油特别少吗 地中海的人是不爱吃肉 吃的鸡鸭鱼肉特别少吗 我告诉大家 不是的 地中海的人也吃肉不少 地中海的人也吃油不少 那为什么世界上地中海那个地方 它的肥胖率就不高 靠什么 我告诉大家 记住了 地中海因为人家那块土地盛产橄榄 所以它吃的油都是橄榄油 那是奥米加9的橄榄油 但咱们中国盛产奥米加几 对我们中国这块土壤盛产奥米加6 花生油什么豆油 它都是奥米加6 因为这块地方盛产奥米加6 所以在中国就是买奥米加6的油最便宜 大家都吃 你去外面餐厅也是奥米加6 你去点外卖也是奥米加6 早晨炸油条也是奥米加6 下午吃炸串也是奥米加6 而奥米加6的这个补充过量 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不仅容易胖 而且容易出现高血压 高血脂糖尿病等代谢综合症的原因 大家知道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 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是中国人有两大发病率增高 第一就是三高四高的发病率增高了 对不对 今天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中国人死亡率第一病因 脑出血脑栓塞心肌梗塞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告诉大家 因为油比以前变得便宜了 所以大家吃油 吃油炸的东西比以前容易方便的多便宜 所以吃的多 第一我要把油吃对 我要多吃奥米加3 鱼油啊什么什么亚麻籽油啊 我要多吃奥米加9 就是这个橄榄油 我要减少奥米加6的这个摄入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我体内现在脂已经多了 脂肪已经多了 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些脂肪离开我的身体 这就好像咱们那个油锅 那个锅上挂了一大堆的油 怎么把这个锅洗干净 你要用洗洁精 那人体里有没有能吃进来的洗洁精 是什么 对 就是卵磷脂 卵磷脂的原理 就相当于我们人体里能吃进来的那个加引号的洗洁精 它能够帮你把体内的脂肪更多的溶解到血液里 把它代谢掉 所以它可以把你肝脏里的脂肪更多的溶解到血液里 那不就减少了脂肪肝的发生和发展 如果它能够把你血液里的血脂 血管壁上挂的那些个脂肪也都溶到血液里 这不就减少了动脉周样硬化啊 等等的和血脂的这种高血脂的这种发生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吃好优质脂肪 是我们今天不仅是减重 也是健康饮食营养早餐的一个重重之重 那接下来还有就是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好理解 因为它预水可以膨胀 所以它可以增加饱腐感 我在食物里多加一些膳食纤维 你比如说今天你全卖的面包 就比那个精米白面的面包 大家都知道好一点 是吧 我多加一些粗粮 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一些 多吃一些糙米 都是有好处的 这是大家知道的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膳食纤维可以在肠道 结合更多的脂肪 延缓脂的吸收 延缓糖类的吸收 可以让我们机体里 血糖和血脂的这个水平 变得更低 这也对我们是一种好处 那再有一个就是益生菌 开篇前面 我已经给大家讲了 今天益生菌 直接影响了我们很多成年人的 摄食的行为 你对什么馋 你想吃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你体内的益生菌决定 另外再有一个 它会影响体内 包括太类的 就是蛋白质的 菜的这个片段的吸收 包括钙的吸收 包括B族维生素 包括维生素K等等的这些吸收 所以注意 我这里说的益生菌 就是我们日常大家吃的 肠道复合益生菌 听明白了吗 它跟其他的菌 其他什么女士菌 儿童菌 还有我后面讲的先营一种菌 都不是同一种菌 是它专门影响成年人肠道 营养吸收的菌的组合 就是我们成人复合益生菌 那接下来再说燃疫餐 所谓这个燃疫餐 第一个就是 我怎么能够让我吃进来的东西 我少吸收一点 你比如说 哥今天外面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 其他的竞争品牌 可能啊 他们大多数基本都是帮你 别吃进来 而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就是吃进来了 怎么办 比如举个例子 说要吃个炸糕 这本是什么炸油糕 是吗 一个炸油糕 碳水 这个油炸碳水化合物 你就是馋 按道理呢 你其实应该远离这种食物 但有的人他就是忍不住 过年吃了几个 吃进来了 我想问你 实际上今天市面上 对于吃到肚子里的这些个能量 基本都没有办法 但我们有办法 我常说 我把它理解成是减重的 减脂的 减重的 后悔药 你吃到肚子里 我还有办法 帮你拦住 是什么 是什么 能帮你拦住的 就是挡糖和挡脂 第一个 先说挡糖 我们的腰痘精华 大痘精华和欧禽精华 就是大家 你们日常吃的 那个无糖液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 就是在肠道里 让你的碳水化合物的 这个链 定量少分解 它如果少分解 那你当然吸收的糖 就少了 而做的这个实验 我们最终看 用无糖液 做完了实验以后 30天的时间 一个月 这一个月怎么吃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每顿饭 餐前30分钟 吃三粒无糖液 就是这么一个量 大家经常会在 餐前30分钟 忘了吃无糖液 对不对 忘了以后就不吃了 那么我今天 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从今天开始 挡糖的也好 以及我后面讲的 挡脂的也好 大家你记住 都跟着饭吃 吃饭的时候 你就吃三粒无糖液 两粒先止热 听明白了 简单不简单 确保你不会忘 每顿饭都能帮你挡脂 那30天 就是每顿吃三粒无糖液 结果是什么 就是腰围减少2.93厘米 体重减少2.93公斤 就是大约5.8斤 到5.9斤 这个水平 腰围 大腿围还减了 不到一厘米 大腿围 大腿很不好减的 然后这是挡糖 我们接下来再说挡脂 接下来再说挡脂 那如果我吃进来的 这个脂肪多了 我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我挡住 那么我们来看 就是我们的 绿茶提取物 EGCG EGCG它的学名 大家有兴趣 但是你们不要求记 表墨石子 而茶素 墨石子酸脂 对吧 简称就是EGCG 我们的EGCG 注意 不是你喝茶就能喝到的 它是不容易溶于水的 这么一种物质 而且为了能够让我们的 这个有减重的 这个EGCG 能够更好地被人的细胞吸收 我们专门还拿 跟人的细胞膜 接近的那个成分 把我们的这个EGCG 包裹起来 形成微胶囊 让你吃进去以后 它更容易被细胞吸收 而它产生的 这个减脂的作用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看这个实验 这个实验 90天的时间 同样的生活方式 两组 同样的生活方式 不用我们EGCG的 减了10斤 就是5公斤 用EGCG的 减了28斤 就是14斤 这两组 生活方式 运动方式 有没有差异 没有差异 唯一的差异 就是这组 吃了我们的先知乐 那就在这种情况下 你记着90天 用先知乐 比不用先知乐 多减18斤 记得清楚没有 那对于不同的男性和女性 它尤其还有一个特点 因为它能够优先的调动 脂肪囤积部位的脂肪 进行燃烧 EGCG 有这个特点 因为它可以在好几个环节 抑制脂肪的 包括吸收 包括合成 以及囤积 所以它减的最明显的 就是脂肪 最容易囤积的部位 所以为什么我们管它叫做受腰的 这个神器呢 因为腰最容易囤积脂肪 所以用了先知乐的 那么你就会发现 男性的腰围多减少了11.4厘米 而女性多减少了8.4厘米 8.4厘米接近三寸了 11.4厘米就接近四寸了 大家注意 这个先知乐 还是挡指的一个神器 那接下来 我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 我们接下来即将升级的 注意 这个可不是肠道的和营养的那个 那个相关的复合益生菌 这个里面是直接能够帮你减重的 瘦子菌 就是我们的先营益生菌 先营益生菌里面各个菌株 跟复合益生菌里面的各个菌株 完全不一样 听明白吗 这点我说清楚没有 那里面也有几种菌 这里面也有几种菌 这两种菌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样都不一样 这里面 先营益生菌里加的是什么菌 注意 加的就是瘦子菌 那个菌 放在小鼠的身上 那个小鼠都会变成瘦子 听明白吗 所以现在就是 大家你如果用我们的这个菌 也是改变你体内的这个菌群 你让你变成一种容易瘦的体质的 这样的一种菌 而我们的先营益生菌里 除了这个有专利的这个瘦子菌以外 还今天升级了什么 升级了我们有认证的 而且是非常能够代表我们品牌和科研实力的 杭白菌的提取物 我后面会给大家详细讲 好我们来看 第一先看这个瘦子菌 这个叫做动物双齐杆菌 乳亚虫 这个太专业了 大家你们千万别记 这个我怕我一说专业把大家给说懵了 你就记住它叫8145 就是这个编号的这个菌 它就是那个瘦子菌 它的这个菌 第一调节肠道脂肪代谢 帮你在肠道减少脂肪的吸收 第二一个 它还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抵抗 大家知不知道 今天凡是肚子容易大的这种胖 特别容易伴随代谢性疾病 知道吗 大家一定记住啊 五维的增加 这就是大家日常听说的苹果形肥胖 也叫腐形肥胖 腐为增加是高尿酸 高血糖 就是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 高血脂 脂肪肝的 注意 独立危险因素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有别的危险因素 你就是腐为增加 你就容易得这些病 就容易尿酸高 就容易血糖高 就容易血压高 就容易血脂高 那我们今天这个瘦子菌 它就可以帮你提高这种 腐形肥胖的人的 胰岛素的敏感性 怎么提升 后面我讲 我们来看实验 注意 我后面讲的每一个实验 都是只用我们的这个 先营益生菌 和黄白菊提取物的 就是这个新品 它没有任何生活方式的改变 听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 营养的 进食的方式 不做改变 运动的方式 也不做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什么 就是吃了我们新的 这个先营的 直提的先营益生菌 所以 我说一句 这个最老百姓的话 虽然就是 可能科学性上 有点这个 有点这个不够严谨 但是老百姓 都能够听懂的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来看一看 我吃我们新的 直提的先营益生菌 能不能躺着就瘦 听明白的意思了吗 这个就是这个具体的 加营号的躺瘦的这个结果 第一我们先来看 内脏脂肪的这个情况 做一个人的横切面 大家可以看 从用之前的内脏的这个脂肪 那个黄色的 是内脏脂肪的这个占比 到用之后的 整体腐围的缩减 内脏脂肪的减少 这里面得出来的实验结果 大家你们可以拍一下 体重的指数下降了0.35 然后腰围下降了1.75厘米 包括内脏脂肪 就是在这个平的图上 减少了7个平方厘米 所以今天特别容易发生 代谢性问题的 五行肥胖的人 那你就知道 你如果要是吃这个直提的 先营益生菌 你就算不做任何膳食的模式改变 不做任何的运动方式的改变 依然可以取得这样的效果 再有一个 就是胰岛素的敏感性 关于胰岛素敏感性的 我先讲一个 关于胰岛素 什么叫胰岛素敏感性 我们今天很多人 之所以他不能耐受饿 一旦饿了以后 他就特别容易心慌 出虚汗 就恨么赶紧得找点吃的 而这一找吃的 马上能量摄入 一下子就又超标 好容易饿了 好几顿 饿到今天 结果一心慌 一滴血糖 又马上抓东西吃 这一吃能量又超标了 那么这个情况 在今天有很多年轻的人也有 实际上他的原理 就是胰岛素抵抗 胰岛素抵抗 不是跟糖尿病一样 说那个胰岛啊 功能都不分泌了 胰岛都都都不行了 不是这样 他胰岛还行 胰岛素分泌也没问题 他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就是太胖了 细胞对胰岛素没有反应 听得明白吗 那这个时候 那这种人实际上 既不需要吃酱糖药 也不建议打胰岛素 因为他体内胰岛素正常 那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就是 要让他的细胞瘦下来 让他的细胞 对胰岛素的感知度 恢复那个敏感性 那谁能做到 就是我们的今天说的直提的这个益生菌 8145 他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性 达到24% 那他是通过 他如果改善了这个 胰岛素的敏感性 让人们的血糖更容易稳定 所以大家你就会发现 那些个越胖的人越容易馋 他是馋嘛 其实他是血糖的这个变化 人老了以后 你发现是不是爱吃甜的东西 是不是 对 人胖了以后 他也爱吃甜的东西 其实都跟这个 胰岛素的敏感性相关 而用了直提的先应一生菌 可以帮他提升机体的 胰岛素敏感性 就减少了这种 特别馋 特别爱吃甜食的 这样的行为 特别爱吃碳水化物的行为 那第三一点 直提的这个先应的 这个益生菌 这个瘦子菌 他还可以直接降低 胃岛素的水平 也就是直接帮你减少食欲 这个实验结果 他是减少了50% 如果能够让我们 从摄食的这个动机上 就减少 你就少吃了 那对于这个减重 他就感觉会体验感更好 更自然 更愿意接受 除了这个点以外 那我们还要再去看 我们添加的那个 防白菊的那个提取物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作用就是 直接把肝脏里面 能量代谢的那个开关 把它打开 帮你 把你多吃的那些个能量 把它尽量多的 继续燃烧掉 而我们做的实验 仍然是不做任何膳食方式 和运动方式的这种改变 就是躺在那 他用了这个防白菊的 这个植物提取物 就可以让他里 肝脏里的能量代谢 上升65% 而且我带着大家 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实验 做的这个细胞的这个切片 直接把这个人 瘦身前的脂肪细胞染色 大家看这一个 这一个视野 就放了这么几个细胞 是吧 那如果用完了我们这个 新的这个升级的 直体益生菌以后 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 细胞体积变小63% 这就是调节了他体内 机体能量代谢这个开关以后 让他把更多的 富裕的脂肪消耗掉 所以脂肪细胞就变小 收缩了 这就相当于那个气球 原先冲的很大 对吧 占的体积就很大 现在我把它放了气 让他撒了气 那他就变小了 他自然占的体积就小了 那我们的 这次升级的 这个航白菊的体起物 实际上是我们近些年 无锡的植物研发中心 开始以后 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并且是参与了 国家十三五科研项目当中的 一个重点项目 我们今天选择的 这个航白菊 就是在它历史上的 道地的原产地 就是浙江蓝锡 我们专门有一个片子 就请了那个选址的科学家 来给大家讲 说到了蓝锡 怎么选这个 种航白菊的这个地方 当时他们就说 离公路近都不选 为什么 就怕汽车的尾气 会被吹到这个农场来 而今天我们的这个 在新的这个 直提一声群里面 添加的航白菊的 这个提取物 这个航白菊的原料 就是来自我们认证的 浙江蓝锡的这个农场 它是中国美国的 双有机认证农场 好了 说完了 刚才的 我们挡了一 这个一餐里面 又挡糖 又挡纸 又染纸 而且是可以让你 尽量躺受的染纸 那接下来 晚上怎么办 所以我们晚上 要给大家一个 既能控卡 又能全面补足 营养的一个 带餐的方案 就是晚上带一餐 那我们关于 带餐的产品 这个产品线 非常强 非常全 我们不仅有各种 口味的 这个乐鲜的调包 我们还有乐鲜的 大罐装 我们还有小鲜皮 他们里面的 这个热量 基本上都在100出头 114到132千卡之间 那对于说晚上 如果我再加一勺蛋白质 也就是加了32千卡 加两勺 就是加了64千卡 你就是加上它 也不到200千卡 大家要知道啊 200千卡 是什么概念 200千卡 还不到一个 汉堡的一半 就能够让你吃饱 而我们在这里 为什么中间 放了一个苹果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100多千卡 就是相当于 一个苹果的热量 如果你的晚餐 你就吃这样的 一个能量 而且你加点 蛋白质以后 也不到两个苹果的热量 就能够让你有 保护感 那你不就很容易 瘦下来吗 对不对 我在这里 我唯一特别强调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 用我们的乐鲜 用的时间点不对 很多人用乐鲜 是什么时候呢 是晚上六点 我还不吃乐鲜 晚上七点 我自己感觉 我还能忍 还不吃乐鲜 到快八点 我感觉 哎呀 我还能忍一会儿 还不吃乐鲜 到八点半 发现不行了 这个时候 哎呀 饿得两眼都冒金星了 我要来 来 来点代餐吧 不行 我就喝一个 你们这个的小鲜瓶吧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这样用 你对我们的代餐 对乐鲜 绝对是冤枉和误解的 因为这种用法 你对乐鲜 充满了怨恨 听明白吗 为什么 乐的俩眼冒金星 满脑子都是什么 烧鸡 烧鹅 烤鸭 包子 火锅 什么这个 糊液面 你都是这些东西 这个时候 再把那个乐鲜 给你拿出来 你恨恨他的 听明白吗 所以 要想增加产品的实验 体验 让大家对乐鲜的代餐 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记住一句话 代餐一定是 用来帮你 抑制饥饿感的产生 所以什么时候吃乐鲜 几点 我告诉大家 我倡导 最好四点半就吃乐鲜 你可能这一晚上 都没有饿的感觉 听明白了吗 你现在不是喝一瓶 你现在喝一口 你到六点半 你也不一定饿 六点半 你再喝一口 七点半 你也不一定饿 听明白吧 所以他就没有产生饥饿感 这是乐鲜代餐 最重要的价值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乐鲜的 这个使用方法 掌握清楚 要让这个人 不产生饥饿感 所以刚才 讲完了 这个什么代一餐 我们再回顾一下 大家记不记住 营养三餐 是哪营养三餐 是哪三餐 营养 第一餐 中午 燃一餐 晚上 代一餐 有条件的再加一个 微微移动 在这里 大家一定记住 所谓微微就是 微微气喘 微微出汗 微微心跳 等等 好 最后我再强调一点 就是我开篇跟大家说的 很多人问 你们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解决方案 会不会反弹 大家面对 任何身边的朋友 问会不会反弹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你就记住 让你反弹的 一定是你的生活方式 是生活方式先反弹 然后才是体重的反弹 如果你用我们的营养三餐 吃冻平衡 菌菌平衡的这样的一个 科学简单的体重管理方案 你可以一直不用生活方式的反弹 那么你相信我 你的体重一定不会反弹 有信心没有 有信心 好 谢谢大家